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只示范 我们要讲 我预计我们要示范三种 我们现在先示范第一种 第一种用途呢 是说这个莱布尼茨符号可以用来这个估计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在意念上 对这个符号的解读上面 还要再做一点点进步 就是这个 dy over dx 这个 dy 的英文 应该说是 differential of y 用中文来说就是 y 的 differential 好 differential 这个字翻译成 y 的微量 微量就是很少很少的量 y 的一点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变化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 前面我们前面写 delta y 的时候 代表是 y 的差距 那写成了小小小 d 的时候呢 是很小很小的那个变化量 很小很小的差距 同理啦 dx 就是 x 的微量 微变化量 好了 或者我说微量变化 好像也是可以啦 所以 differential 这个奇奇怪怪的英文字呢 就是一滴滴的变化的意思 一滴滴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说 所以呢 我要再跟同学说 虽然教科书都不会这样写 但是我喜欢跟同学说 因为这个叫做 d 嘛 他就念作 d 嘛 d 就是除了 除了他也可以了解他是 d 以外的 我们在国中高中 d 老师都说是 d 嘛 也可以说是这个国字 一滴滴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 这个 dx 呢 就是一滴滴的 x 那那个 dy 是一滴滴的 y 一点点 一点点 x 变一点点 y 也变一点点 那相除的这个比值 或许同学还记得 相除的结果叫做伤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字 叫做伤 所以这个结果 再写一次好了 这种形式的东西 又称为 为伤 但是这件事我 我补充 当做补充就好了 因为这个名词是中国大陆习惯用的名词 我们并不怎么习惯用 好 它有什么用 我们来这边说一下 既然这个 dy 是代表 y 的变化 说到很小很小 那如果那个本来的变化 delta y 本来就不太大的话 好 当这个东西都不太大 好 至于它什么时候叫不太大 这要看你 你在处理金融 或者是工程问题的那个现实状况 你来判断是不是不太大 当这个不太大的时候 你可以想 这个 y 的变化 y 的差距 就是一滴滴的 y 那 x 的差距 也就是一滴滴的 x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么怎么样 因为 dy over dx 就是 微分的意思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刚学会的事情 莱布尼之符号 美妙的状况就快要发生了 就好像这个分母的 这一滴滴的东西 可以交叉相乘 或者是通分 到等式的另外一边 就好像等式的两边 我可以同乘以 dx 的那个样子 可以说 dy 就是 f' x 乘以 dx 就好像可以这样做了 然后如果那个 x 的变化量 跟 y 的变化量都不太大的话 它们就差不多 可以来取代 就像这样 这个 delta y 呢 就说它差不多 就是 f' x 乘以 delta x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用途 用来估计 用来估计 我们就用原先举的这个例子 y 等于 x 三次方 减 x 分之一来做一个估计 好不好 所以如果这个 delta y 是 f 的 2.2 减 f 的 2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x 是从 2.2 跟变化成 2 对不起我说反了 是从 2 变化成 2.2 所以这个 delta x 当然就是 2.2 跟 2 的差距 那当然就是 0.2 对不对 那 f' x 呢 就是 3 x 平方加 x 平方分之 1 所以呢 这个按照刚刚那个想法 delta y 就差不多会是 f' of 我们现在很明显的 我的 x 要选择是 2 对不对 然后我的 delta x 就是 2.2 跟 2.2 的差距 所以我要令我的 x 就是 2 然后再乘上这个 delta x 那么呢 f' of 2 我们刚刚算过了 反正这个数算出来 我们刚刚算过了 是 12.25 然后呢 这个 delta x 是 0.2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 2.45 好 这就是一个应用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的不是差距 而是我根本就是想要算 f of 2.2 大约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f of 2.2 大约是多少 是刚刚这个数 2.45 再加上 f of 2 对不对 好 那 f of 2 呢 我们刚刚也算过了 它是 它是 7.5 好 所以它是 2.45 加上 7.5 等于 9.95 好 虽然这里是一个应用 但是我们早先在第二章的时候 已经跟同学们说过 在有计算机以前 在有电子计算机以前 用微分来帮助估计一个函数的值 或者用切线 有没有用一次函数来做估计值 是蛮有用的工具 但是现在反正已经有电脑了 像这么简单的函数 你根本没有必要去估计它 你就把它送进电脑 叫它算那个数出来就好了 反正如果这个真正的值 小数点下应该有无穷多位 比如说像根号2 反正电脑就会给我们一个估计值 到小数点下第六位啦 第八位 第十五位啦 对不对 所以这里这个应用 只是概念上要跟同学说 或者示范一下 这个 莱布尼之符号有什么好处 那我们示范的重点呢 其实在这里 莱布尼之符号就好像分数一样 可以做通分啊 约分啊 然后可以交叉相乘啊 可以做这种事 这就是它最大的好处 那重点是在这里 倒不是说这个应用有多重要 老实说我也是要跟同学说 你忘记这个应用吧 这个应用并不重要